今天大世界话题要跟你聊到 中国澳洲相继访问了南太平洋岛国 现在也引发了外界议论纷纷 这里是不是将成为外交角力的新战场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跟你聊聊的就是 美国总统拜登其实刚结束了亚洲行 所以中国也注力在南太平洋岛国上的发展 所以要大挖美澳的墙角吗 外界是不是就这样解读呢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预计5月26号到6月4号 10天的时间打算要访问8个国家 而这8个国家分别是索罗门群岛 吉里巴斯还有萨摩亚 北济 东加以及万纳度 以及巴布亚 新井内亚 东地温等8国来进行访问 而5月26号他已经启程了 他第一站是抵达了索国 而索国之后他是抛出了中索安全合作的三原则 就是要拉拢索罗门群岛 5月30号他即将到的是斐济主持召开第二次的中国太平洋岛国的外长会 届时中国将寻求与十几个大洋洲的岛国签订区域安全协议 扩大影响地内容其实牵涉蛮广的 像是警务网路通讯以及自由贸易等等面向 而接下来再讲回的是索罗门群岛了 事实上索国跟中国我们刚提到的这个中索安全合作架构协定 早在上个月20号就已经完成了签订 相关的签署就已经完成了 而这回协定内容包含了索国能要求中国派遣公安 武警军事人员以及武装部队赴索国来协助维稳 而中国的船舰也可以停告到索国的港口来进行运捕的作业 而美国日本以及纽西兰跟澳洲就很担忧了 中国会不要在这里是建造自己的军港呢 认为中国这样的举动等于是把军事力量 升进了太平洋第二岛链和第三岛链中间的索罗门群岛 因为一旦中国有了军事基地之后 解放军就可以自由地进出太平洋了 只是也对此王毅特别回应了 中国无意在索罗门群岛建军事基地 驳斥了西方阵营的担忧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前往太平洋岛国展开八国的外交访问 让美中大国的角力再度成为底缘政治焦点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将于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四日 应邀对索罗门群岛基里巴斯 萨摩亚 斐济 汤家 瓦努阿图 巴布亚 新几内亚 东帝温等八国进行正式访问 五月二十六号王毅抵达索罗门群岛 中所两国将签订多份双编合作协议 所国总理不只热烈欢迎更大力附和中国的一中原则 总理苏加瓦瑞上任以来 平平向中国示好 二零一九年索罗门和台湾断交 投入中国怀抱 当地中国城在二零二一年爆发动乱 苏加瓦瑞还指控是台湾代理人要他下台 虽然所罗门 一面倒清中 但是国际关注的重点是中所两国秘密签署的 安全协议 质疑中国可能建设军事基地 把太平洋地区卷入冲突 中国和所罗门群岛在四月二十号签署的安全协议 允许中国派遣军警人员到当地协助维持秩序 还可能开放中国军队进入港口补济 就不只让所罗门隔壁的澳洲左立南安 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也表达关切 面对西方的指控 中国毫不客气直接反枪 不只中国暗批美国在亚洲搞军事结盟 所罗门也高喊主权独立 强调自己可以和任何国家交流 中所两国一搭一唱 坚决否认要盖军事基地 不过中国在太平洋的利益 确是不争的事实 所罗门对中国敞开大门 让中国投资当地基础建设 扩大海外的影响力 电信大厂华为就曾经提议 在太平洋铺设海底电缆 华为的5G设备遭到西方封杀 现在急需突破困境 尽管中国再三驳斥 但是中所关系势必会牵动太平洋的战队布局 因为一旦中国有了军事基地 解放军便可以自由进出太平洋 等于突破美国的第一岛链 甚至反过来包围纽奥 美国总统拜登前脚刚走 王毅就立刻出访 未来太平洋岛国似乎难免成为美中的新战场 三连新闻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中国最近是把手伸进了南太平洋 让距离不到两千公里的澳洲高度的关切 刚上任的澳洲外长黄英贤 他26号抢先王毅一步是抵达了斐济 因为他接下来下一站就是斐济了 他是到斐济会见了总理双方讨论内容 包含了气候变迁 还有后疫情复苏经济发展 所以他强调了区域安全合作的重要性 黄英贤也承诺了 其实澳洲跟太平洋地区将会发展更密切的关系 但不会加上任何的附带条件 预计这四年来将金元5.25亿美元 只是这整个声明看下来 就被解读似乎是针对中国政府 试图在太平洋地区提升影响力 而做出的含蓄谴责 就带您回顾了 这一两年其实新闻我们常常跟您提到 中国澳洲关系很紧张 只是到底为何双方很难破冰呢 其实中国原本是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近年来从禁止华为5G 到呼吁调查新冠疫情的起源 各种的动作让中国非常不满 先后是封杀了澳洲的牛肉 还有大麦 煤炭 甚至红酒 龙虾等物品 而且中国理由正是千奇百怪 像是说木材里头有虫卵 还是说牛肉违反检疫规定等等 几乎断了经贸的往来 让这两年中澳两国就像是撕破脸一般 而澳洲新任的政府上台之后 直接就表明了跟中国的关系还是很困难 如果北京想重新建立双方过去的深度双变关系 中国应该先解除贸易的制裁 而日本产经新闻就分析了 认为当前烈化的中澳关系 在新政权上任后是有机会改善的吗 他是觉得关心影响其实不大的 也有人家认为了澳洲新政府在美中角力 仍然会维持选边美国的战略 恐怕也是影响中澳关系的一大关键 澳洲新上任的外交部长黄英贤 5月26号抵达斐济 正好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也出访太平洋岛国 中澳外长同时访问友邦 双方维护国家利益互相较劲 我们已经公布了我们的关系 关系的关系和中国的安全计划 我们的原因是 澳洲表示会尊重太平洋岛国 正是气候变迁的影响 而且会无条件扮演区域伙伴 澳洲积极展现诚意 就是防范中国在太平洋挖角 中方愿同澳大利亚新一届工党政府一道 总结过去念想未来 秉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原则 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 面对新上任的澳洲政府 中国先礼后兵 因为新执政的澳洲共党政府 向来立场对中国友善 但是中国总理李克强才刚致电 祝贺新总理当选 竟换来澳洲不买账 新总理爱班尼斯公开批评 中国对澳洲客征的出口关税 让中国热脸贴了冷屁股 爱班尼斯直言 如果北京想重建中澳关系 应该先解除单边实施的贸易制裁 虽然中国看好爱班尼斯放弃抗中路线 但是他也证明自己不是省油的灯 觉得任何一个人当选澳大利亚新总理 都不可能比莫里森前总理做得更坏 因为莫里森前总理他是搞错了 他在反华抽华敌华的路上 走得比美国还要极端 他跑到美国前面去 成为了美国的极先锋 我觉得阿班尼斯总理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做好澳大利亚的内政关系 中国之所以对爱班尼斯寄予厚望 正是因为前总理莫里森 抗中不遗余力 气得中国对澳洲红酒 煤炭和牛肉等产品加以制裁 中国势力进入 索罗门群岛布局太平洋岛国 时任总理莫里森 当然是大力批评 澳洲大选变天原本被看作是北京和坎培拉的破冰机会 但是专家也指出莫里森的败选其实是被通货膨胀 疫情和气候变迁等内政拖累 不是抗中路线 在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之下 澳洲是美国队的重要成员 英美澳三国还共同签署安全协议 考量大国的竞争关系 地缘政治的局势恐怕不是说变就变 三里新闻 许听闻报道